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练习如何弹奏和弦 什么是和弦呢 和弦是根据一定的音程关系所构成的一组音 并不是随便什么音拼在一起都叫做和弦 那这个一定的音程关系又是怎么理解呢 在此我们先不做展开 等有机会我们在讲基础阅理中 和弦的构成的内容时再来进行说明 那和弦的作用是用来丰富音乐的色彩和内容的 那弹奏和弦的方式跟弹奏音阶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各位在上一节课当中也体会过了 今天我们再来继续深入的学习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行普例 这行普例共有四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都有一个和弦 当和弦中所有的音 以普例中这种形式出现时 我们称为注视和弦 也就是说和弦当中的所有的音 都要同时的发声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小节的和弦 它的组成音是 好第四小节和第一小节的和弦一样 好在进行左右手同步练习时我们可以先单独的去练左手 因为这行普例中右手的动作比较简单 都是四个手指同时拨弦 所以我们可以先单独练左手 按着和弦的指法 然后数四拍 每隔四拍换一个和弦指法 好比如说我们这样练习 第一个小节开始 一二三四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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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好等你左手的动作熟练之后 我们再把右手加进来 好请看示范 然后我们把这四个和弦的组成音分为两个声部来对待 好每一个和弦的上面两个音是高音部 比如说第一个和弦的高音 Do Mi 这是一个声部 第二个和弦 C Fa 好第三个和弦一样 C Fa 然后第四个和弦 Do Mi 好我们用I M两个手指来播奏 然后下面两个音是低音部 像第一个和弦 低音部是Do So 用大拇指弹 第二个和弦 Re So 第三个和弦 So So 好第四个和弦 Do So 好我们现在用三个手指来演奏 大拇指负责低音部 I M负责高音部 请看示范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刚才用P I M三个手指同时播响的注释和弦 改成另外一种形态 改成另外一种形态来演奏 还是P I M 不过用P I M先后的顺序依次的把声音弹出来 好所以第一小节原来这样弹 好现在变成分解的形式 这样的弹奏方法也叫做分解和弦 好请各位先跟着示范做练习 然后我们回头再来看练习的重点 好接着这条练习我们要学习新的节奏 那在此之前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曾经在识谱课程当中学过的内容 音符的划分都是二分法 比如四分音符的一半是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的一半是十六分音符 那么换句话讲 两个八分音符合起来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两个十六分音符合起来等于一个八分音符 四个十六分音符合起来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我们可以以这一行的谱例来解释 一个四分音符等于两个八分音符 也等于四个十六分音符 如果在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情况下 我们按固定的速度来数拍子 比如这个速度 那么第一行我们可以数 第二行一拍数两下平均的两下 第三行一拍数四下平均的四下 如果你不习惯这样数你也可以先用口诀的方式来数 比如这样数一二三四 一一二二三三四四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像这样的音符的划分方式属于基本划分 都是二分法 在简短的复习了音符的基本划分之后 我们来学习今天的新内容 音符的特殊划分 按照基本划分 四分音符为一拍的话 它的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一 用八分音符来表示 它的四分之一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示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四分音符平均的分成三等份 我们却找不到一个三分之一的音符来表示 所以只能折中一下 用三个八分音符 上面写一个三 或者把它们的符尾连在一起 这种计法表示三个八分音符的时间 合起来等于一个四分音符的时间 或者反过来说 把一个四分音符平均划分成为三等份 这种计谱方式也叫做三零音 如何来数这个节奏呢 我们如果按照一个固定的速度 来数拍子 你可以想象一个正三角形 然后在数拍子的时候呢 每一拍数成平均的三下 像这样 这样来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行 刚刚是一拍分成两下 跟分成四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平均的三等份 这是三连音 好 我们按照固定的速度 从第一行往下数一遍 好 同样你也可以用口诀的方式来帮自己找感觉 比如 好 我们学过了三零音的计辅方式 也数过了节奏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这条练习的普利 上面都是三连音的记号 所以每一拍都要把它弹成平均的三等份 那右手该怎么做呢 我个人会建议 大拇指要培养一个预备动作的习惯以及意识 什么意思呢 像这组指法 从头到尾都是P-I-N-P-I-N的拨弦顺序 当我们拨M指的时候 大拇指就可以提前的预备 把手指放到下一根要拨弦的位置上 比如说像第一个小节是 看到了吗 当我在拨M的时候 我大拇指已经准备好下一根要拨的弦了 好 而不是拨完三个音之后 再去找 P指要拨哪里 这样听起来就不是很连贯 如果大拇指有很好的预备意识的话 我们整个动作它变成一个循环动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手要注意的重点 我们左手的手指在指板上的运动方式 和我们的双脚在地板上的运动方式 其实是差不多的 比如弹奏注视和弦的时候 左手可以整个放松 转换好指法 再往下踩 就像跳房子一样 当右手采用分解的方式时 左手的运动方式可以 改成重心交换 或者我们称为重心转移的方式 先动一个手指 以其中一个手指为重心 先挪动一个手指 等另外一个手指踩稳以后 这个手指为重心 然后另外一个手指再移动 比如 在这条练习中 第三个和弦转换到第四个和弦时 像这样 如果我们采用跳房子的方式来弹奏的话 会现在左手很紧张 所以左手这个动作 我们也可以单独的去练习 习惯 重心是如何交换的 然后再把右手夹进来 好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条练习 再练一次 接下来还有四条分解和弦练习要练 左手的指法是一样的 是相同的四个和弦进行 那么右手呢 有四种不同的指法 第一个指法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上节课提到的 运用一点手腕和手臂的力量 带动的压弦 节奏上同样是平均的三连音 请各位注意一下 im两个手指的均匀 下一条指法仍然是平均的三连音 但是我们会用到A指 请各位在练习的时候注意一下A指的动作 不要让它轻易的就往前伸展 如果往前伸展的话 你会很难控制准确的触弦位置 尽量不要让它往前伸 保留一个良好的右手手型去触弦 请开始练习 剩下两条练习不是三连音的节奏 而是四连音的节奏 把一拍平均分成四等份 所以各位在做剩下两条练习时 请注意三个重点 第一个仍然注意保持发音的均匀 第二个注意A指的触弦位置 因为A指不是很听话的哦 最后一个 尽量保持大拇指 培养它有预备的意识跟习惯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节课最后为各位安排的分解和弦练习曲 请各位先听示范 我再来讲解练习重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之前做过的分解和弦练习中 大拇指负责低音步 其他手指负责高音步 而负责高音步的手指 总是固定在某些琴弦上 比如说像这样 IM两个手指总是固定在拨第一弦跟第二弦 或者像这样 IMA三个手指总是固定在 123弦上 但是在这一首分解和弦练习曲当中就不一样了 虽然从头到尾都是PIM三个手指 按照这个顺序拨弦 但是他们的活动区域会充分的用到六根琴弦 从低音区到高音区 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空弦 然后同时再提醒各位 培养P指的预备动作 P指的动作呢 能够让IM手指准确的移动到新的区域 像一开始拨六弦 当拨完M指的时候 大拨披折很快的移到五弦上 就意味着IM的手指很快的移到下两根琴弦上 大拨有良好的预备动作的意识跟习惯 对我们右手的稳定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第一个练习重点 剩下几个重点是关于谱上的一些记号 我们先看第四小节 第四小节在低音部的音符下面 有一个像数学记号小鱼的箭头 那这个记号并不像上一节课所讲的是箭落 它只标在一个音符上 这个记号叫做重音记号 表示这个音要特别的被强调 要把这个音弹的更突出一点 然后再看第八个小节 第八个小节呢 有一个降记号连着一个还原记号 降记号是降C 我们弹第三弦第三品 这是降C 然后后面一个音呢 因为是第二弦的空弦 所以谱上要特别标一个还原 所以这两个音其实是一个降C 跟一个还原C的音 好我们再看第十七小节跟第十八小节 第十七小节下面有一个RALL的缩写记号 这个是渐慢的意思 按照正常的速度弹到这个小节 要把速度逐渐的放慢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小节 是上一节课我们讲过的Firmata停留记号 或者说到这个地方稍微适当的延长一点 所以最后一行弹起来是这种感觉 好请各位再练习一遍 分解和弦有时也被称为爬音 爬音是吉他的演奏技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将和弦的声音以分解的方式散布开来 有时可以营造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声场 这节课的彩蛋就请各位欣赏 二十世纪的巴西音乐家 拉达梅斯·格纳塔利的吉他爬音练习曲第一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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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